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获得一个新的一脚点 在几个月的挫折之后 这将是一次函变的胜利 据悉 对巴赫木特的进攻 主要由俄罗斯准军事组织 瓦格纳集团雇佣军进行 围绕这个城市及周边定居点的争夺 已经持续了六个多月 俄乌双方都将巴赫木特描述为 这场战争中最血腥的战场 外界评论说 巴赫木特附近的景观 变得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 此前乌克兰方面和美西方 已早早宣称 俄罗斯即将展开大规模春季攻势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宣称 俄军将投入多达 30万至50万人的兵力 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 则对华盛顿邮报表示 俄罗斯目前在前线 集结了大约32.6万人 俄方没有否认这一数据 每面引用乌方官员的消息 报道称 俄军正在集结1800辆坦克 3950辆装甲车 2700能火炮 300架直升机 以及400架固定一战机 以压垮乌军的防线 不过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 则援引一些乌克兰军官的看法说 俄罗斯方面 当前并不具备 发起全面性大规模进攻的能力 乌克兰东部的巴赫木特 被外界称为绞肉机 为什么这个小地方会成为几个月来 俄乌双方争夺的重点呢 陈老师 那么在此之前 俄军对顿巴斯地区实施攻击的有三个方向 北边19母方向 东北方向是宏林曼方向 然后就是东边的这个巴赫木特 俄方称之为阿特木斯克的方向 那么自从去年7、8月份以后 乌军实施反击 19母和宏林曼方向 军被乌军收复 因此俄军直接能够威胁到顿巴斯核心地区 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地区的 只有东边这个门户巴赫木特 对于乌方来说的话 能否守住巴赫木特 也是直接关系到顿巴斯地区得失的关键 此后俄方 在巴赫木特方向投入了重兵 主要是以瓦格纳集团为主 同时俄军进行了强大的炮兵 以及装甲部队的支援 在这个地区将乌军陷入到一个苦战的阶段 而乌方为了守住这个东边门户 不得不也投入重兵 因此双方形成了一个胶着的激战状态 对于俄方来说 通过巴赫木特的激战 可以持续地将乌军的主力不断地牵制进来 根据报道 有不少乌军的精锐部队的旅集方号 都在这个地方损失禅重 甚至丧失了战斗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巴赫木特成为双方的焦点 而且乌方持续不断被消耗的原因 乌克兰方面宣称 俄军将出动30万到50万人的兵力 发动大规模攻势 但也有外界分析认为 俄方并没有能力发起全面击决 陈老师您的判断是什么 客观上来说 俄方如果在下一阶段 实施大规模的战役突击行动 这个兵力是有条件的 之所以这么说有这么几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就是 俄方从去年下半年 尤其是10月份之后 进行了大规模的兵源动员 包括他征召了30万预备役部队 那么按照普京的说法的话 在12月份的时候 这30万预备役兵源的话 仅仅只有10万 投入到俄乌冲突的战场 另外20万还在国内 进行相应的编组和训练工作 那么相信到现在 这十几万到20万的预备役兵源 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 因此可以接下来投入作战行动 此外去年六七月份之后 俄方有不少的精锐部队的番号 因为轮战等修整等原因 回到了国内 进行重新的补充训练编组等等 包括他最精锐的第一禁卫坦克集团军 很多的部队都集结在国内 没有出动 那么因此这些部队组合在一起超过30万 这个数字是靠谱的 这是第一个 就是兵源是够用的 第二个 也就是去年下半年开始 俄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防工业动员 并且任命了一个专门的国防工业动员委员会 来加强军工生产 目前俄方这个举措已经初步见到成效 新型的特90M型 大量的这种装甲坦克车辆 源源不断的下了生产线 补充到潜舰部队 因此兵力和装备都是供用的 所以目前各种传闻说 俄方能够集结起超过30万部队进行战役反击 甚至是战略性的突击 这个是靠谱的 有可能的 当地时间2月11号 俄罗斯私营军事机构瓦格纳集团创始人 叶弗根尼·普里格金 在接受一位俄罗斯军事博主采访时称 俄罗斯现在的重点是 拿下顿巴斯地区的其余部分 这样做可能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而如果目标是占领乌克兰蒂涅伯河以东地区 这将需要三年的时间 英国卫报评论称 普里格金的这番表态 表明俄罗斯有些关键人物 已经为一场持久冲突做好准备 当地时间2月13号 普里格金又在社交媒体上发问说 其战斗人员控制了巴赫木特市以北的红山村 他抱怨俄罗斯国防部强攻 他表示 巴赫木特方圆50公里左右 只有瓦格纳的战士在战斗 他们将拿下巴赫木特 普里格金是俄罗斯餐饮业大亨 他在多年否认之后 终于在2022年9月26号 首次公开承认 他就是瓦格纳集团创始人 据悉 该组织目前公开的指挥官是 前特工德米特里乌特金中校 此人参加过两次车臣战争 后曾效力于俄罗斯情报组织格鲁乌 瓦格纳集团 在2014年的顿巴斯战争中展露头角 有报道称 近年来 其武装人员时常出现在 叙利亚非洲的敏感地区 该组织深度参与了 去年以来的这场格乌冲突 今年1月13号 俄方宣布拿下巴赫木特以北的 顿巴斯地区重镇索列达尔 俄国防部在战报当中 知识不提瓦格纳集团 引起普里格金的强烈不满 发出抗议 俄国防部随后发公告承认 俄军多支部队在统一的思想和计划下 完成了一系列作战任务 但确实是由瓦格纳集团的战士 完成了对索列达尔城区的进攻 据悉 这是俄罗斯官方首次公开承认 这一军事集团的存在 并且表扬了其发挥的重大作用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月13号报道 俄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 在俄罗斯电视台节目中 亦有所指地说 在2023年年末之前 队伍特别军事行动框架下 制定的所有任务都将百分百完成 尽管有人说 需要一年、两年、三年 卡德罗夫还进一步说 必须拿下奥德萨 拿下帕尔科夫 以此确保俄罗斯今后的安全 在巴赫木特攻坚战中 俄罗斯私营军事机构 瓦格纳集团唱主角 这个组织究竟是什么来头 俄方让一支私人武装冲锋陷阵 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魏老师 瓦格纳集团成立于2014年 他的创始人是普里格金 那么在这个雇佣兵组织的内部 有很多从俄罗斯强力部门退役的 这样的一些人员 非常的有经验 那么比如说从俄罗斯情报机构 包括空降兵 以及相应的特种部队 退役的这样的一些人 那么他在瓦格纳集团当中 就可以担任基层的指挥人员 包括一些相应的 这样的一些培训人员 那么我们注意到 在这个巴赫木特 也就是在俄乌接触线上的 这样的一个突出部 相关的这种战斗情况 是非常惨烈的 俄罗斯方面之所以让瓦格纳集团 作为一个主攻的力量 就是因为他的战术比较灵活 主要是依托于这种小股的 这种作战分队 针对相关的这样的区域 进行把点式的攻击 那么更重要的是 瓦格纳这样的一支作战体系 它是独立于俄罗斯的 这种正规军的 在这种战术指挥层面 可以进行自主决策 那么甚至他的一线的指挥人员 可以根据作战情况的一些变化 临时的去下达命令 所以由于在决策方面有自主性 那么在战术的选择方面 具有自主性 在特别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 一些南肯的硬骨头 比如说攻坚战 甚至是在这种野外 进行这种比较胶着的 这种攻防战的时候 它往往能够取得更多的 战术层面的胜利 除此之外在这种单兵装备方面 瓦格纳的这个作战人员 有很强的自主选择性 比如说防弹背心 甚至包括这种突击步枪 以及相应的这种单兵的战术装具 它可以根据作战的需求 进行自主采购 或者说进行自主选择 所以我们看 在这种小规模作战力量 投入相应军事行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它的各种各样的灵活性叠加到一起 就形成了这种相关区域内的这种战术优势 往往能够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瓦格纳集团创始人说 俄方拿下顿巴斯地区全境 可能还需要一年半到两年时间 这说法遭到了卡德罗夫的不解决反驳 钱老师您如何看待俄方内部 对于战局前景的不同判断 我们知道瓦格纳集团在前不久 它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特别是攻占索雷达尔那场作战当中 是瓦格纳集团率先在社交媒体公布 就是索雷达尔主要是由瓦格纳集团 它的雇佣兵拿下的 当然当时就产生了后来一些争议 就是说到底这个功劳会归谁 最后我记得是普京总统还是一锤定音 他说拿下索雷达尔士瓦格纳集团 以及俄罗斯空天军和陆军三者的配合之下 基本上就说搞了一个平衡 然后给俄罗斯的正规军也是相当于留了面子 因为你正规军没拿下 你最后让一个雇佣军公司 你把这个城镇拿下 这个说不过去 总之吧 就说现在当下 实际上瓦格纳集团 我个人认为在俄欧冲突当中 还是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至于这个卡德罗夫 我们知道他是车臣的领导人 本身这个人据外界说 他很崇拜普京 而且他也很有战斗精神 这个车臣的特种兵 车臣的部队 作战能力也确实比较强 在俄乌冲突初期 然后车臣的这个部队 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特别是当时在攻占马里乌波尔的时候 据说车臣的部队起了比较主要的作用 所以两者这样的言论 我个人认为 可能普里戈金一方面 凸显他瓦格纳集团的作用 另外凸显他可能对前线 第一线的这个实际情况 他可能比较了解 他也可能说的话是比较实际的 当然不排除这里边隐含着 对俄罗斯正规军的有一些 不同的一些看法 比如说认为俄罗斯正规军 对整个战局的看法过于乐观等等 那么作为卡德罗夫 他可能就气不过 因为他的部队 严格说也算是俄罗斯的正规军 本身他又比较好胜 比较希望战斗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他们之间我估计可能在言语上 会有这样一些碰撞 随着美西方不断加大 对乌克兰的武器弹药援助 俄方在战场上受到的压力 正越来越大 为此俄军近期加大了 对乌克兰战争潜力的打击力度 当地时间2月11号 俄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俄武装力量10号使用高精度远程空机 海机和陆机导弹以及无人机 对保障乌克兰国防工业企业 和交通系统运作的关键能源设施 进行大规模集中打击 所有目标均被击中 乌克兰军工联合体的高耗能生产已停止 此外 将战区运送外国武器 弹药和储备物资的铁路也被阻断 同时 俄罗斯空天军战机和无人机 也对顿巴斯北部乌军进行全面压制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扎鲁日内2月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俄军在当天的空袭中 向乌境内发射了70亿枚巡航导弹 并使用了7架自杀式无人机 估防空火力击落了其中 60亿枚巡航导弹和5架无人机 英国《每日邮报》2月11号报道称 社交媒体流传的监控录像显示 一艘满载炸药的俄军无人快艇 于10号晚上 袭击了乌克兰南部 奥达萨地区的扎托卡公路铁路两用桥 该桥梁是西方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重要通道 西方媒体表示 俄军如果大量使用无人艇袭击乌方目标 将对乌克兰后方的交通线构成重大威胁 乌克兰方面还表示 俄军在这一轮大规模空袭和导弹袭击中 使用了S-300防空导弹系统攻击地面目标 三枚S-300系统发射的导弹 于10号击中了哈尔科夫式的一座发电厂 造成8人受伤 有观点认为俄军使用防空导弹打击地面目标 表明其高精度对地打击武器的库存可能见底 在这次俄乌冲突中 俄军曾多次使用KH22 32 KH35等 空射型远程反舰导弹攻击屋地面目标 武汇和冷宝按舰导弹也多次现身战场 但是使用S-300防空导弹攻击地面目标的战力 还是非常少见的 最早的相关报道是在去年7月 俄军发射S-300防空导弹 攻击了乌军位于尼古拉耶夫州的目标 不过命中精度很一般 去年10月 俄军对扎波罗热实施的一次导弹攻击行动中 发射了12枚S-300防空导弹 俄军日前发动的这一轮大规模袭击 不仅发射了大量的巡航导弹 还将自杀式无人艇以及S-300地空导弹等武器 投入到对乌军的打击行动中 陈老师 您怎么看俄军这场行动的战略目标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俄军对乌方后方目标的攻击基本上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俄乌冲突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俄方发射了大量的巡航导弹 对一些战场目标实施了突击 而对后方目标进突击的次数或者是规模并不是很大 第二个阶段就是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之后 俄方开始对乌克兰后方的城市以及战略目标 实施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 那么这一次我们又发现 俄方的远程打击目标又改了 不再是民用目标 而是一些特定的交通枢纽和运输性的目标 结合目前的一些传闻或者一些消息 说俄军有可能会在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的时候 实施大规模的战役突击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次的远程突击实际上是战役作战前的火力打击准备 那么通过对这些战役补给 以及武器弹药的后方运输实施打击 可以进一步的削弱乌方在前沿的作战能力 从而为俄军接下来的战役突击 创造更有力的条件 我想这次这样的打击是这一次的主要目的 俄军将S-300防空导弹用于打击乌军地面目标 有西方媒体认为 这种跨界打法意味着俄军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已经告急 秦老师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我觉得确确实实有很多种可能性 不排除专职的对地精确制导 这个低地导弹的数量可能当下有不足 而且S-300导弹 实话说在这次俄冲突当中 我个人认为它可能发挥的作用有点尴尬 就是说远程的飞机 甚至导弹 它当下俄罗斯还是占据主要的制空权 所以它的用途不是很大 但是用它来拦截比如小型的无人机这样的一些目标 第一它可能拦不住 第二拦住了它的就是从成本 从飞效比来说也是不划算的 你一枚甚至于两枚弹 你拦截了一架很廉价的小型无人机 这个是不划算的 所以综合考量可能它就把大量的S-300改成对地攻击的导弹 但是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两点 第一就是可能用S-300改进的这个低地的导弹 它的精度可能不够 因为它的导引不如专业的地地弹道导弹或巡航导弹打得那么准 甚至于巡航导弹有的可以直接钻在窗户里边 第一是准头不够 第二点就是这个弹主要还是威力不太够 它带一个120公斤的一个战斗布 因为我们知道防空导弹 你打一个飞机的时候 你不需要多大的威力 你可能一个小的爆炸力 甚至一些破片 就把飞机身上打出好多洞 就把它损毁 让它坠落了 但是你120公斤的战斗布 你打一个地面 比如一个楼房 你可能造成的毁伤相对就比较小 你可能只能把一栋小楼的某一层 甚至于某一层的某一部分损毁 也只是这样 所以它总的来说是这两大缺点 乌克兰能在俄乌冲突中坚持到现在 离不开美西方的军事援助 当前北约国家不仅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同时自身也在加强战备 当地时间2月14号和15号 北约成员国防长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 讨论队伍军援等问题 会议没有做出任何重大承诺 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问题 但北约表示 要让乌克兰需要的大量弹药和武器 源源不断运往前线 北约成员国将要求军工企业 大幅提升弹药产量 当地时间2月13号 北约民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乌克兰正在消耗大量弹药 西方国家需要提高产量才能跟上 乌克兰目前的弹药消耗速度 比北约目前的生产速度快很多倍 这令北约国防工业面临压力 在地面主战装备方面 在北约防长会议上 没有国家就提供鲍尔A6型主战坦克 做出新的承诺 目前仅德国表示 将在3月底前交付14辆鲍尔A6 葡萄牙承诺提供3辆 其他国家则承诺提供鲍尔A4型坦克 目前总量接近30辆 但值得关注的是 德国联邦安全委员会 已批准向乌克兰出口 178辆鲍伊式主战坦克 2月7号 德国荷兰和丹麦三国发表声明 宣布将在数月内 先向乌克兰提供100辆鲍伊A5主战坦克 以及零部件弹药 乌军人员将获得操作后勤支援培训 荷兰国防大臣奥隆格伦 在接受荷兰广播节目公司采访时说 鲍伊虽是旧款 却经过考验 正在接受休整 以做好战斗准备 对乌克兰人而言 肯定能发挥作用 2月9号 德媒报道称 德国军工巨头莱茵金属公司 正与乌克兰政府讨论 向乌克兰出口旗 最新的KF-51黑豹第四代主战坦克 一旦交易获得德国政府批准 该型坦克渴望在15至18个月内交付 莱茵金属公司表示 未来甚至可能在乌克兰设立 KF-51的组装和维修工厂 另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 2月11号报道 英国武器和军用车辆 将可能在乌克兰境内生产 该计划标志着 乌克兰与北约关系加深 报道称 英国企业高管已前往乌克兰 打算成立合资企业 目前乌克兰和北约 面临着弹药库存不足的一大难题 魏老师您认为这个难题能解决吗 从目前来看 美欧的军火商正在加班加点的 进行这种大口径炮弹 迫击炮弹 包括火箭弹的这样一个生产 那么也要利用这种空中的运输通道 或者是地面的运输通道 针对乌克兰方面进行供应 但是这种供应 在这种时空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尤其是针对前线的作战部队 大量的弹药究竟能不能送上去 这里面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乌克兰的这种炮兵 包括它的这种相应的这种重型的作战部队 在这种弹药供应方面 已经出现了很大的现实困难 那么虽然说北约源源不断的供应武器装备 包括相应的弹药 但是向一线的作战部队进行供应 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这种延缓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肯定会导致乌军士兵在作战的时候 会出现支援火力不足的情况 从目前来看 现在美国已经在牵头 要搞一个针对乌克兰的这种军用物资 包括武器装备的这种联合的供应体系 也就是说采用众筹的模式 把很多的弹药 尤其是急需的这样的一些炮弹 在乌克兰周边的北约成员国的境内进行大量囤积 然后再利用乌克兰国内的运输体系 进行这种大量的输送 那么这个综合性的这种弹药的供应体系 还是在构建之中 但是受到俄方的这种火力的洗扰和破坏 那么这种弹药的供应链条 能不能保证持续性或者说有效性 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干扰因素的 因为俄罗斯也有自身的侦察体系 它可以利用军用卫星 包括侦察机以及无人机 针对乌克兰范围内的弹药的囤积地点 包括一些弹药库 进行这种精准的斩首式的空袭 那么很多的北约弹药运进来 但是没有办法去转变为直接的杀伤火力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尤其是在俄罗斯方面强化空袭 强化巡航导弹打击的这样一个状态下 那么一线作战的乌克兰的炮兵 包括其他的作战单位 可能会长期的面临弹药供应不足的情况 乌克兰正和西方国家谈合作 打算在乌国内生产西方的武器装备 魏老师这行得通吗 首先乌克兰它本国的军工体系 已经是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那么即使西方给它提供资金 或者说进行技术的援助 包括转运一些设备 但是想要在乌克兰的境内 大批量的生产 西方的重型装备 比如说主战坦克 装甲车辆 甚至包括自行火炮 这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因为它的这个国防工业体系 现在已经是残破不全 那么再加上原材料的供应也非常的困难 而且这种大量的主战装备的生产 它是需要成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厂房体系 那么本身它就是一个巨大的暴露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即使西方把这个设备 包括这种生产的技术提供给乌克兰 甚至有充足的资金保障 但是一旦这种军工厂 或者是这种弹药的生产企业构建起来 也会遭到俄方航空兵力 包括巡航导弹的打击 那么它的这种持续性的运转能力 是令人担忧的 西方承诺 向乌克兰提供的地面主战装备中 数量最大的目前变成了鲍伊坦克 秦老师 这些老坦克能有多大用途呢 那么鲍伊和俄罗斯T90坦克相比 我觉得三大部分 坦克的火力 防护力 机动性 这三大部分 严格说T90最占优的就是火力 因为T90它是一款125毫米的滑膛炮 而鲍伊是用的北约上一代的105毫米线膛炮 本身口径 这个俄罗斯炮的口径就大 你打的炮弹就重 装腰量就大 至于说防护力 实际上我倒觉得两款坦克差不多 那么鲍伊初始是40吨 这个T90是46吨 但是T90批挂了很多的附加装甲 但是严格说鲍伊要批挂附加装甲的话 实际上防护力跟T90我个人认为还是有的一比 最后再说机动性就是发动机传动这一块 实话实说德国即使鲍伊这种老式坦克 相对T90它还是有优势 特别是传动 它双流的综合业力传动装置 可以让坦克中心原地中心的转向 至今T90可能都做不到 俄罗斯坦克还是比较老式的机械传动 说白了一个自动挡一个手动挡 而且这个手动挡很落后 这个转弯靠杀死一边的履带才能让它转弯 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基本上两款坦克就是这样 然后俄罗斯主要的优势还是在火炮的攻击力方面 当然今后这个鲍伊投入战场 我觉得肯定不可能和俄罗斯打正规的坦克战 它数量也不够 即使把西方最先进的这个300辆坦克它都到齐了 也不可能打一场双方的坦克会战 俄罗斯当下据说已经准备了1800辆坦克了 所以我估计鲍伊还是配合步兵的小谷的作战 包括城镇包括这个定居点的一些争夺方面 为这个步兵小分队提供一些火力掩护 而且这火力掩护还不能太靠前比较靠后 在避开俄罗斯反坦克武器的状态下 尽量的配合步兵取得一些战果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 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